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最近我发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身边的朋友除了删除流媒体APP的 就是删除股票APP的 不知道他们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省命 在机构工作的朋友也开始跟我抱怨说 日子不好过 想要另谋生路了 国内的朋友们也没闲着 开始跟我咨询怎么移民加拿大了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 感觉就是有这么一股汹涌的暗流在涌动着 不知道是要爆发还是要逗你玩 就说咱最关心的股市 先是俄乌战争断断续续 再是中国的疫情封城 转过头来 美联储越来越鹰派 经济衰退成了热门话题 市场也是好一阵 坏两阵 波动出奇的大 爱跟自己过不去 天天关注市场的看官 每天起床都不知道自己要经历惊喜还是惊吓 相信经历了过去几个月市场的看官 都一定深有体会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 挣不挣得到钱先放在一边 能够安心的投资才是关键 而想要安心 学会投资避险 就是方式之一 今天这期视频 每天都给各位看官 好好讲讲市场的风险在哪 我们又有什么手段 可以正确的避险呢 别看最近市场跌宕起伏 但要想分析风险 其实并不复杂 最大的风险就那么一个 那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投资者最担心的 无非是假息加多少 缩表怎么缩 但本质上 其实市场就是害怕 美联储会假息加得太猛 把经济给搞崩溃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当然有 而且还很大 但美头军接下来 不是要帮大家判断 会不会衰退 这问题太大 我也没这个能力 我能做的 就是把这个风险 掰开了揉碎 分析给大家 先给大家看一组宏观数据 下图是 10个最常见的经济领先指标 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有 事业申请人数 房屋许可数 标普500指数 利率曲线抖翘程度等等 在经济周期理论中 这些领先指标 不仅仅反映了 当前的经济情况 他们也预示着 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 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的经济 正处于极为强劲的状态下 但这同时也说明 美国的经济 可能已经见顶了 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般这些经济指标 同时出现这样的态势时 经济衰退也就不远了 不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似乎并不这么以为 他在多次公开讲话中都提到 要让美国经济软着陆 意思就是让经济慢慢的冷却下来 再重新起步 但又不至于冷得太快 导致衰退 这话说的漂亮 但他真的能做到吗 下图是自二战后 美联储的利率变化 和相应时间段的经济表现 其中 蓝线是美联储控制的利率 灰色的部分 表示经济在加息后 真的出现了衰退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硬着陆 而黄色的区域 则代表美联储成功的 让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的情况 可以看到 历史上总共13次加息周期中 只有三次实现了软着陆 其余十次都是可怜的硬着陆 回看历史 上一次软着陆是1995年 不过当时还没有通胀 这么一块难啃的骨头 留给美联储的腾脱空间 也相对更大一些 这次能不能如此幸运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说实话 衰退毕竟是比较远的一个风险 是否真正发生 短期之内 我们也很难做出判断 但另一个风险可就不一样了 它可能即将对市场 就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正在进行的财报季 最近两周 我们经常会看到 市场跟着财报的表现 涨涨跌跌 银行财报好 股市就涨 Netflix财报爆雷 股市转天就给你来个大跌 倒不是说这市场 完全是受财报的影响 但至少我们能发现 这次财报季 市场对于公司的财报表现 更加敏感了 Netflix作为第一个爆雷的大科技 确实是吓坏了市场 下周就是大科技 集体出财报的时间了 包括苹果 微软 谷歌 亚马逊 Meta在内的多家大科技公司 都将发布他们第一季度的财报 这些公司市值太大 在投资者心中的分量也极高 可以说 他们的表现容不得半点闪失 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其实还不是他第一季度的业绩 最重要的是就关注他们这些大科技公司 对于未来业绩的指引 现在经济预期不好 要是公司们也开始下调预期的话 就相当于是坐实了市场的担忧 过去几周 对于经济敏感的周期性股票 已经普遍开始下调预期了 下周大科技的业绩指引将会非常的关键 表现好了 没准能把深陷铃鱼的市场给拉回来 但凡出现任何损失 则可能会引起更大规模的下跌 说到这儿可能有些看官会说 美头君 你也没说衰退会不会来 财报会不会爆啊 我怎么知道要怎么操作呢 首先我必须要说 这些都是百亿美元的问题 我肯定是给不出答案的 也正是因为给不出答案 所以我们才称之它为风险 我们不知道衰退会不会来 也不知道财报会不会真的爆 所以我们才需要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管理风险和蒙一个方向 读自己是对的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操作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前一种 如何正确的避险 在讲避险方法之前 有一个投资思维上的事 得先跟大家砸词事了 避险这个词听起来诱人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操作 尤其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 如果你把投资的期限拉长 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波动 其实并不算什么 当然前提是 你对于你自己的投资足够了解 也足够有信心 同时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又比较强 能够经受得住短期的市场波动 那么你当然可以什么都不做 我知道咱们大多数长期投资者 都是满足以上这些条件的 如果你也自以为如此 大可不必做过多的避险操作 长期持有完全可以度过难关 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才真正需要避险呢 其实答案也不难 那就是当你不能接受短期的风险时 比如如果你看到你的账户 最近经常每天跌个5% 你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波动 再比如你已经亏损了20% 再继续跌个10% 你还能不能接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你可能就需要考虑避险了 这没什么好丢人的 长期投资者也会有经受不住短期的高额风险的时候 美头军自己就已经开始避险了 这样的波动也是我自己不愿意承受的 所以你看需不需要避险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在开始避险之前 我们还要弄清楚 我们避险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人说完美的避险 就是在市场跌的时候 我还能赚钱 如果你是带着这个目的避险 恐怕你的结局不会太好 在市场不好时 想要通过避险来赚钱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老投资者的经验之谈 也是经过了无数学术研究 论证后的结论 正确的避险思维 它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降低波动率 这是一种更贴近于机构的思维 不过这种思维也适用于我们散户 咱们散户的风险承受能力 比机构要高得多 但也不是无止境的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降低波动率 来让自己的投资变得更为安心 带着降低波动率的目的避险 我相信大家最先想到的 可能就是债券这种避险资产了 债券虽然也不能在风险来临时 替我们赚钱 但它确实可以起到降低波动的目的 不过美投军个人 并不推荐这种避险方法 主要是因为它的投资难度比较大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 投资债券多半会跳坑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利率会上涨 你是该买债券还是卖债券 我猜不少看官都会选择买债券 认为利率涨 你拿到的利息就会增加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利率上涨反而会使得 债券的票面价值下降 这使买债券反而会亏钱 在债券投资中 像这样的误区还有很多 如果你自然不熟悉债券投资 最好不要用它来避险 一个相对比较简单且实用的币价方法 是去投资β小于1的一类防御性股票 β小于1意味着股票的波动幅度小于大盘 这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降低波动的效果 而且防御性股票的业务往往可替态性比较低 在经济糟糕时 人们也不得不使用它们 就比如经济不好时 你也必须要打电话 你也必须要吃药 这些都是典型的防御性企业 它们的股价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就会普遍较小 就像最近几个月 别看很多成长股都已经接近腰斩 但是大盘却才跌了不到10%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撑 就是防御性股票 有数据显示 现在不仅成长股的钱 在朝着防御性股票转移 就连债市的钱 也在朝着防御性股票转移 很多防御性股票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降低波动了 甚至都开始逆势上涨 当然 这种现象 我认为也是不可持续的 但至少它说明了一点 未来只要风险有存 防御性股票的韧性就会极大 作为避险手段 再适合不过了 在防御性股票中 我个人比较看好的 是消费者必需品板块和医疗板块 消费者必需品板块中 像麦当劳 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 就是比较典型的优质标的 他们作为防御性股票的代表 业务稳定 并且还能保持长期可观的增长 即便在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 人们也不会看掉太多这类的支出 而且在疫情后 人们逐渐恢复正常生活的背景下 这类消费者必需品 还很可能会迎来利好 另一类医疗板块也有同样的特点 其实医疗本质上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消费者必需品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因为经济不好 就不去看病不去买药了 所以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也是非常好 是典型的防御性板块 另外 根据MSBCI数据显示 和很多其他行业已经开始出现增长放缓 甚至下降不同 医疗行业整体依然处于复苏的过程当中 这给医疗行业股价的稳定性 又提供了一层有力的支撑 像我在年初推荐的UNH 就是医疗股中的一个佼佼者 除了上述两个典型的防御性板块以外 能源板块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避险作用 尤其是和原油相关的公司 现在市场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通胀 而通胀又跟油价息息相关 在前段时间油价波动最厉害的时候 我们经常能看到油价涨市场就跌 油价跌市场就跟着涨 这样的反向波动也赋予了与油价相关的能源股 一个与市场相对冲的效果 同时能源板块的股值还是比较合理的 再加上多年来 它们在烧钱上一直做的相对克制 基本面大部分都比较稳定 在风险来临时也能够起到不错的防御效果 说到这儿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我给大家介绍这几个板块 不是说它们未来会涨 所以我们要去关注 而是一旦风险来临 这些板块会靠得住 拿着不慌 是有非常好的避险效果的 如果我们现在害怕承受更多的风险 完全可以以避险的目的来配置这类投资 而如果你是为了赚钱 这套思路不一定好使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上来就想交代清楚 避险的目的的原因 讲完了防御型板块的避险 我才一定有看官会好奇 既然我们那么担心风险 那咱们直接清仓保留现金行不行呢 持有现金绝对是一种可行的避险方式 哪怕你不全部清仓 只是清仓一部分 你也可以有效的降低你整体持仓的波动 当风险来临时 你所承担的亏损也一定会更小 它是比较适合那些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的 不过可能有些看官会担心 持有现金会面临贬值的问题 我认为其实大可不逼 当你知道在动荡市场下赚钱是奢望时 你就更能够接受持有现金 不过是另外一种少亏的形式而已 不过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持有现金的避险方式 它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贬值 而是在持有现金的过程中 你会面临极大的踏空风险 选择离场本来就很困难了 什么时候进场又是一个难题 持有现金看似简单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比持续投资更容易犯错 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说 我相信有了这些正确的思维和一些避险的方法 咱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做一些有效的投资操作了 以上这些内容是针对咱们大多数看官来说的 其实我个人在避险的时候 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期权来进行避险 但是考虑到咱们很多看官没有期权交易经验 所以我并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在期权避险上 那么下面我们就快速的来介绍一个 我认为最适合当前市场的避险方法 有经验的看官自然能够有所收获 没有经验的人你就当听个乐 万一能派上用场呢 用期权来避险 无外乎就两种方式 一种是long put 另一种是short call 由此而引申的还有众多对冲方法 在现在这种大涨大跌的环境下 我认为用short call这种对冲策略都不太合适 因为他们对冲力度有限不说 还很容易被击穿 而long put相关的对冲方法 又因为IV的增加而变得成本极高 所以在最近的市场中 如果我要做对冲 我都会选择用put spread来保持对冲 它既能保留long put的强对冲 也能通过下方的short put 来降低一部分的对冲成本 这样在持有的过程中 我就能非常安稳地拿住我手中的股票 这期视频咱们介绍了一些市场即将要面临的风险 也说了一些避险的思维和策略 目的是让咱们各位看官都能够多一些工具 多一些参考 能够更加安心地进行投资 我这么做可不是要鼓吹市场要崩盘 我对于美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现在再怎么波动 也不会动摇我长期看涨的态度 我也相信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亏损 以后都必定会加倍地返还给我们 明天的会员视频中 美特军会给大家介绍一个 机构常用 但是咱们散户却少有人知的经济数据 它可以说是观测经济走势 最好用的一个先行指标 而且它对于市场还极为敏感 在现在这种假期随时可能造成 经济出现问题的当下 了解如何观测经济变化 提前预知风险的来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而且它也能成为我们长期投资中 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感兴趣的看观 欢迎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特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